让我们进入下一个维度的学习 历史意义和突出贡献 这个维度主要是为了阐述 美国制片厂在影史上主要有哪些突出的贡献 我将这些贡献总结如下 第一个贡献来自于A9-14创新的摄影机法 这种创新是来自于多个方面的 第一个是摄影机的运动 在有声电影时期 摄影机太过笨肿 三脚架无法支撑 移动根本就很困难 于是摄影师们和电影公司 对移动摄影车和摇臂进行了改革 一家叫做大无畏的公司 生产了一种叫做全景移动摄影车 可以左右平衡或者上下平移 这导致摄影机可以在多个场景中 进行不断的穿梭 创造了奇观式的推拉镜头和升降镜头 比如在乱世佳人中 摄影师使用了掉臂 利用推拉镜头拍摄出了 在巨大铁路站台上满是伤兵的震撼场景 第二个是景深镜头的使用 1930年代的好莱坞电影 通常习惯用正反打镜头 把演员集中在狭窄的区域进行拍摄 每个镜头几乎只有一个人物的表情动作 而在这之后 另一些电影制作者倾向于使用更大的景深 来填充镜头的画面 例子就是刚才奥迅沃尔斯的公民凯恩 接着第三个创新是软风格的摄影的使用 之前的大多数电影都是以清晰锐利的镜头拍摄的 但一些制作者们开始在镜头前面 加一些绿光镜或者轻薄的编织物 以便拍出柔软的模糊的影像 使画面中的背景变得模糊 创造出了类似背景虚化的效果 被称之为是软风格的摄影 格里菲斯就是这种风格的早期支持者之一 在他的凋零的花朵一片中 拍出了很多包含风景的柔焦镜头 好 接下来小景同学为我们讲述一下他的总结吧 S4摄影技术的创新包括第一摄影机运动 对移动摄影车和摇臂进行改革 用来拍摄奇观式镜头 第二是使用景深镜头创作画面 第三是软风格摄影 利用在镜头前加绿光器或轻薄编织物的方式 拍摄柔软模糊的影像 S5范例扩充 大吴卫公司生产全景移动摄影车 用来拍摄奇观式推拉镜头和升降镜头 乱世佳人使用掉臂 利用推拉镜头拍摄出在巨大铁路站台满视伤兵的震撼场景 景深镜头是公民凯恩的一大特色 最引人注目的是签订合约的长镜头片段 威尔斯利用特效技术使人物分别处于前景中景后景 观众能从一个画面来观察三个人物动作的变化 格里菲斯的凋零的花朵 拍摄了很多风景的柔焦镜头 第二个创新来自于A9-15彩色电影的制作 这一时期另外一项重要的创新 就是一种全色胶片的投入使用 为了和电视进行市场份额的争夺 当时好莱坞不得不转向彩色电影的制作 柯达公司在1925年生产出了便宜和稳定的彩色胶片 成为了好莱坞的标准配置 不再是只能拍出黑白电影 它的出现让画面变得更加多姿多彩 并且能够获得正确的曝光 最重要的是彩色电影提供了一种电视无可比拟的吸引力 OK 进入小景的时间 S4 由于电视网需要彩色电影的播放 好莱坞几乎全面转向彩色电影制作 扩充部分 柯达公司1925年生产出便宜稳定的彩色胶片 全色电影胶片 接下来第三个创新是A9-16 留学线的动画片 在1910年代之前 动画电影还是新起之物 但是到了1930年制片厂时代 动画电影已经成为了电影重要的组成部分 各大公司都会定期发行一个动画系列 或者和独立制片公司签约 或者是自己的动画部门制作 这些动画片高度标准化 通过高效率的流水线系统制作 通过劳动分工 使得动画制作过程效率更高 例子就是刚刚我说的迪士尼公司 好 我们直接让小景为我们组织答案 1930年 节省人工设备的动画片 成为电影重要组成部分 通过高效率的流水线系统 分工制作完成 S5扩充呢 其实在上面讲沃尔特迪士尼的时候 举了 我想在这应该也能用吧 迪士尼公司是一家专门制作卡通片独立公司 他们的米老鼠系列电影 引入新的声音系统 引起轰动 也促使迪士尼在1930年代 成为动画业的领头羊 灵巧的运用和极少量对白 是他们的动画片广受称赞的特色 我们进入下一个异议点 A9-17产业链的初步形成 制片厂时代 同样经历了大萧条带来的经济冲击 这也改变了很多影院的放映方式 为了在艰难的环境下持续盈利 很多影院开始提供额外的娱乐服务 经营者们通常会选择在影院门口出售 糖果 爆米花和饮料 同时还会用赠品来吸引顾客 比如每一张电影票都会额外附送一幅画 或者一个纪念诊 这样的方式实际上促使了产业链的初步形成 就像比如说 我现在把我的S7课程出售 如果每一个报名的同学 我都送一张电影票 那是否也是一种通过周边产品 来刺激消费的方式呢 OK 那么当时一个最鲜明的例子 就是某家影院开设的一个 叫做政谍之夜的活动 每一位观众凭借电影票 都能够获得一个瓷器的参举 很多拥有收集欲望的观众 每周都会被吸引进影院 好 我们进入小景的时间 S4 大萧条改变了影院的放映方式 很多影院提供额外娱乐服务 这种方式促使产业链初步形成 S5 影院门口出售爆米花和饮品 利用赠品吸引顾客 某影院赠叠之夜活动 以每张票可获一个餐具的方式 每周吸引家庭观众 好 我们继续进入下一个意义点 A9-18 声音录制方法的稳步提高 早期的麦克风呢是全指向性的 会录下一些不需要的人员和设备发出的噪音 而在制片场时代 声音录制的方法也相应的提升 比如单向麦克风的出现 可以直接录制所需要的声源 调感的出现呢 使得录音变得更加灵活 到后期多鬼声音录制的技术也发生了革新 允许音乐对白和音效分别录制 最后混合到一条轨道中 这样的革新和影响在很多电影中显而易见 比如作曲家斯坦娜 为金刚编配了强有力的音乐 他常常引用一些很容易识别的曲调 突出某个场景的意义 多鬼声音的录制 也让配乐更好的融入进影片当中 不会喧宾夺主 更好的为叙事进行服务 来 我们进入小景的时间 S4 单向麦克风出现 可以直接录制所需声援 轻巧吊杆 也使录音更灵活 多鬼声音录制技术 允许音乐对白音效分别录制 最后混合在一条轨道 S5范例 作曲家斯坦娜 为金刚编配了强有力的音乐 他常常引用一些很容易识别的曲调 突出某个场景的意义 OK 我们继续 进入下一个答题点 A9-19分级系统的确立 分级系统事实上早在制片厂时代 就已经建立了 并且一直持续到现在 虽然我国现在还没有引入 但是在国外 这样的制度已经非常成熟了 它对于进入影院的人群 进行了相对清晰的划分 而这套系统 其实是来源于1966年 一家叫做NPAA的公司 创建了一套 以字母表示的分级系统 比如G代表的是面向大众 适合所有年龄层的电影 而N代表着 建议超过16岁的观众的电影 R代表了要在家长 或者监督人陪同下观看的电影 而X则代表着 不满16岁是不可以观看的电影 这样的评级系统 有助于电影制作者 在被允许的范围内 表现暴力性 或者非正统的思想 比如有一部动画片 叫做怪猫菲利兹 它虽然是动画片 但却瞄准了那些喜爱放纵 性暴力 迷幻和动荡的观众 成为第一部被评为X级的卡通编 讲述的是一只 叫做菲利兹的猫 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的 纽约市的生活经历 1966年 MPAA公司创建 以字母表示的分级系统 有助于制作者 被许可范围内表现 暴力性或非正统思想 级别为 GMRX S5范例 怪猫菲利兹 第一部评为X级卡通片 其对象是喜爱放纵 性暴力 迷幻 动荡的观众 好 我们开始 最后我们要谈到的一点是 A9-20 成立艺术影院和汽车影院 很多制片商都通过设定 特定群体为目标观众的策略 来应对影院上作率下降的问题 在这种背景下 艺术电影由于更低的成本 以及考虑到战后艺术电影的观众 开始变多 一些独立放映商开始订购 外国影片来填充影院的档位 艺术影院开始逐渐有了 生存的空间 截止到1960年代中期 美国的艺术影院已经超过了600家 通常都是小而独立的建筑 现代主义风格的装饰和艺术展品 都为影院赋予了艺术气息 进口自欧洲的罗马不设防的城市 取得了高额票房的收入的同时 也引导了观众 进一步对国外的电影产生了兴趣 而放映商另外一种 应对上作率下降的方式 是建立汽车影院 汽车影院不需要高昂的建筑 只需要一块荧幕 一些停车位 并且每一个停车位都有一个扬声器 一个小麦布 一个售票停就够了 目标观众的定位 使得汽车影院获得了巨大的成功 到了1956年 已经有超过4000家汽车影院在运转了 S4 为应对影院上作率下降问题 低成本艺术影院出现 并随战后观众变化 一些独立放映商订购外国影片 填充影院空间 1960年代中期 艺术院线超600家 风格是小而独立建筑 现代主义的装饰和艺术展品 具有艺术气息 汽车影院则不需要昂贵建筑 通过目标观众定位立足市场 1956年超过4000家汽车影院运转 S5范令就举罗马不设防的城市 艺术影院引入的罗马不设防的城市 取得了高额票房的收入 引导观众进一步对外国电影的兴趣 停 好至此我们把A9考点 好莱坞制片厂四个维度的20个答题点 全部已经拆解完毕了 利用这20个答题点 但凡是考到好莱坞制片厂的所有的题目提醒 我们都能够轻松的cover 不信吗 那接下来我们回到一开始的几道真题 我会用S7标准化的答题法 为大家演示这道题目的具体的答题过程 请大家睁大眼睛 见证这流畅丝滑的魔术般的时刻 请不吝点赞订阅